洪磡長樂大廈、旺角海庫院、海域閣 及則如沖衛利大廈的遺風檢測行動早早先後完成 一共有資過2,300人接受檢測 發現4宗初步確診個案 其中則如沖衛利大廈早早7時半完成遺風行動 有860個居民接受檢測 當中有3宗初步確診個案 患者已送到醫院 另外7個密切接觸者會送到檢疫中心跟進 洪磡長樂大廈遺風行動早早6時半完成 陸續有居民離開 大約370個居民接受檢測 發現一宗初步確診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 另外政府也派完到訪178戶 當中25戶沒有人應援 你自己本身做了多少次檢測 3次 你怎麼看要檢測這麼多次 檢測這麼多次沒問題的 那你需要嘛 是吧 那你保障其他人嘛 我覺得這樣做都對的 因為你又要徹底清掉 我覺得 只是阻礙大家少少時間而已 舊的大廈 我想衛生都有少少問題的 但是我住了20年了 OK的 我住了20年了 我在上面做管理員的 昨天我在市政大廈做 市政大廈 就是街市 這裡 街市那裡 他說跟你再做多次 他說要我再做多次 他說快點 他說快點 他都仍然在核實 政府派完到訪597戶 當中60戶沒有人應援 他都仍然在核實 他都仍然在核實